在信念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中呢? 在疾病的层面,在我们的西方医学已经有很确实的研究 是完全认同我们的想法、念头、信念 可以改变我们对疾病的感受和传遇和恢复的状况 很出名的就是安慰剂效应 我们叫做Perceivable effect Perceivable effect不正在心理层面上 例如你承认是这样,就会是这样 而为什么叫安慰剂呢? 其实就是一种替代品 或者它的出现可以有一种安慰的作用 令你觉得是这样,然后你会觉得舒服了 而同时之间,在我们的研究里面看到 并不是安慰这么简单 一个很经典,也很震撼的研究 跟大家分享 在2002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里面有一篇论文,由贝勒医学院发表的研究 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叫做Bruce Mosley 他其实是一个医生 他想知道膝头的手术对病患有什么帮助 因为当时的医学界 觉得手术并没有任何安慰剂效应 我们可以理解 一般的安慰剂是觉得 你吃了一粒药,你没那么疼 你吃了一粒药,你的抑郁会减轻了 你吃了一粒药,会觉得自己睡得着 而手术上,你真的对身体发炎等等的损害等等 理论上说,好像没有理由会有效 Moseley想研究什么呢? 他其实也不是研究安慰剂 他想知道膝头的手术内 有哪一部分可以缓解病人的疼痛 参与研究的病人被分成三组 第一组的病人,每膝头受损的软骨刮除了 第二组的病人,医生将膝头的关节拿出来 然后除掉它们上面,可能会造成发炎的现象物质 而这两种方法,都是治疗膝头关节炎的标准手术 当然我们要有对照组 第三组的病人,所以得到一个假的手术 病人会先被麻醉 然后按照标准的程序,在病人的膝头角切三个口 接着,医生做的事就像是跟做增加手术一样 还会洒盐水,有洗膝头的声音 过了40分钟后,逢回伤口,就像做完手术 而三组的病人都会接受相同手术后的复电指示 当中也包括了一些运动的课程 结果令人完全呆了 因为本身对照组出现的原因 就是令其他两组的反应是如何 的确是,头两组接受了标准关节炎手术的病人 都如预期的痊愈了,有好转 但最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安慰剂的组 竟然一样好转了,而且好转的程度 还要跟两组一模一样差不多 每一年有65万次的关节炎手术 在美国每次翻费大约5000美金 而这个研究令 Dr. Mosley感到很震撼 他很盖叹,新闻外科医生 我的技术对这些病人原来没有帮助 原来关节炎手术 全部的效益都属于一种安慰剂的效益 甚至乎电视新闻的画面 也播出了这么令人自信的结果 在影片中,大家会看到 第三组的病人可以走到 可以打球 可以做到他们在做所谓的手术前做不到的事 而这些安慰剂的病人 在两年之后才知道他们做的手术是假的 其中一个病人叫提母派瑞姿 他在手术前要用拐杖才能走到路 现在他可以跟孙女一起打篮球 甚至乎跟电视机的频道 探索健康频道说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都有可能 只要你下定决心 我知道一个人的想法 原来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在这个真真实实的研究中 我们真的会看到 人的念头、人的信念 原来当中所吻含的力量 不只是我以为是这样就会是这样 不只是一个感觉这么简单 连身体疾病的状况都可以完全扭转 在这里也要让大家知道 当你自身患上疾病的时候 在你的生命当中 究竟你容许自己去信 虽然我们做心理疗愈的时候 在过程中 如果一个病人 就算他相信 为什么他还未能完全痊愈呢 就是在潜色的部分 有一些东西阻碍了他 例如在过往的经验 他看到不做手术就不会痊愈 所以他直跟了 可能必须要做手术才一定会痊愈 而就算他相信 我不做手术都可以痊愈 或者我根本的念头可以完全痊愈 或者我处理了我的内在创伤 可以完全痊愈的时候 其实他仍然有些障碍 因为念头这些东西不是非黑即白 我相信了 就什么过往的过去都可以洗得完 所以往往我看到 我试过有一个怪病的案子 他最后都是要做一个很轻微很小的手术 然后呢 其实他整个过程已经好了八成了 他就可以完完全全痊愈 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 那个位置如何配合我们的潜意识的感觉 然后呢 整件事就好像有一个 我可以放心了 我可以圆满了 这样的一个感受 在这里和大家有些小小的分享 在未来的十月份 我都会有不同的班 会帮助大家去加强你的信念 去探索我们内在的信念 亦都可以一些信念的转化等等的东西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 我是安静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请大家去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 如果喜欢这段影片 请你给个赞我们 下次再见 拜拜